1989年度十大敬駕金曲頒獎典禮 可以說是TVB踏入90年代的第一個大型特備節目 在結了各個獎項之前 我們有一個簡單而別具意義的亮燈儀式 象徵著在踏入90年代的同時 樂壇更加是欣欣向榮 發光發熱 現在我們請所有出席的歌星 陪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羅仲炳先生 主持亮燈儀式 有請 有請羅先生 大家都見到了 在台上我們有本港 所有最受歡迎的歌星 他們全部陪同著羅先生主持這個亮燈儀式 好 我們現在有請羅仲冰先生為我們主持這個亮燈儀式 有請 謝謝羅仲冰先生 謝謝 謝謝 其實今晚我們除了總結過去89年的所有的樂壇成績之外 還會表揚十一位曾經80年對於本港樂壇所貢獻的十一位歌手 沒錯 接下來的這一位我想就是 他剛剛今年踏入歌壇的第十年了 十年來他都穩坐在這個歌壇偶像的第一把交椅 他就是 Danny 陳北強 有請 Danny 多謝 多謝 Danny 你真的踏入樂壇十年了 但是一直都是保持著偶像的位置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呢 我不敢當他真的不是什麼偶像 但是我覺得如果一個歌手能夠創造他的風格 以及保持他個人的風格 有一大班的擁護他 支持他 愛護他的樂迷 我相信也可以叫做偶像 說起樂迷 就是你的歌迷和粉絲 可不可以說一下十年前你的歌迷對你怎樣 有沒有跟現在十年後不同 盧敏如做著你一個粉絲 我要找道具 我要找道具 現在粉絲要白白 有些花 麻煩 以前 譬如 學彩那段時間 那些小妹妹 或者一些樂迷 就很想接近你的 但是來到附近 來到你這裏 就 那就退回了 就是不敢碰你的 很害怕 送一支花給你 很堅持 那這幾年 謝謝 這幾年 就不同了 他們一樣很想熱情 很想接近你 你們就是這樣的 很多錢買好大摘花 但是呢 現在走過來 走過來 走過來之後 嘩 你抱他 他抱你 又撕又撕 你不要整潮Danny的衣服 送給你的 我覺得是時代轉變了 有一點開放了 其實這支花 除了剛才的盧敏尼表演之外 其實真的要送給你的 多謝你 多謝 多謝金曲送給我這個 好 多謝你在這麽多年來 帶給我們這麽多好歌之餘 我想你幫我們做一件事 OK 就是當我們揭了跟著這首金曲 好嗎 好啊 謝謝 第二首 1989年度十大勁歌金曲 一生不變 主唱李克勤 謝謝 陳巴強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 1989年度十大勁歌金曲 第四首에요 一生何求 主唱 陳伯強 作曲黃文清 田池潘委員 編曲蘇德華 歌曲監製 陳伯強 恭喜 grams奈 igkeiten 恭喜Danny 你的,好重 謝謝,謝謝各位 Danny,Danny,真是恭喜你 《二不容情》就是八九年度收集率最高的一個片集 而這首《一生何求》就是他的主題曲 但這首《一生何求》似乎不是原作 那內容為何會有這樣的故事呢? 其實我自己有一次在台灣 就在朋友的車子裡面聽到這首歌的國語版 就是王傑昌的 我自己很喜歡回到香港 馬上出盡辦法拿這個版權來改編制 我覺得有一道開心的就是可以自己覺得眼光獨到 那我想你要去預備唱這首歌給我們聽,好嗎? 我也很感謝Francis 我先拿著獎 恭喜你 我先幫Danny拿著獎 謝謝Francis 謝謝你,謝謝Francis 謝謝 我們希望Danny拿著去多些不同的地方 既然他一到台灣有《一生何求》 可能去多些地方有多些其他歌都不定 是,那我們現在立即要聽《一生何求》,陳北強 謝謝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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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is 謝謝Francis 謝謝Francis Francis 謝謝Francis Francis Francis 謝謝Fran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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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Francis